Hi, this is Chanlin from Leighton Design and this is Cassidy and this is Sophie 我們今天在Original Studio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街頭風塗鴉牆 Let's do it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那個街頭塗鴉牆 那最主要的顏色就是黑色跟白色漆 因為這個Studio本身它的底色已經是灰色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到Home Depot去買黑色還有白色這兩個顏色 然後我們買的是Chalk Paint 因為Chalk Paint它是比較flat 所以它不會有光的反射 所以我們除了油漆要拿 然後我們還要再帶著那個Roller 然後再有兩個Bucket 這樣工具就差不多了 來到Studio之後呢 我們要先把牆用Tape把它Tape起來 保護它然後再用一個布把地上遮住 那油漆才不會灑得到處都是 我們把Tape弄好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把我們的漆倒到我們的那個Tray裡面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這個漆到底是不是夠濃 如果它覺得太濃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加一些水 讓它稀釋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覺得 欸這個好像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用Roller呢 把它Roll在牆上 那當然這個時候我們要先找一個最 不明顯的一個Corner 先習慣一下那個你的Tray看對不對 然後慢慢比較有自信了一點呢 就慢慢往中間移動 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全部把它塗滿以後呢 下一步我們就是用Dripping Effect 那這個時候我們這個漆呢 還是要再加更多水讓它更稀釋 這樣它才可以有留下來的那種感覺 這個時候留下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那個Bucket 這樣讓它倒出來 或者有時候你可以用噴灑的模式 就看你想要出來呈現的樣子是什麼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上第二層是白色 那白色上上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調整那個樣子 直到你喜歡的那個感覺 然後再加上一次 那邊看 那邊看 我記得要按照 那邊看 好像有一個 알的 那邊看 你應該會做到 那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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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視頻 那下次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